洛杉矶时间10月19号 第四届泥山国际讲坛在美国洛杉矶 享有盛名的亨廷顿图书馆成功举行 本届讲坛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商学院的院长陈春花教授 为主旨演讲嘉宾围绕文化与管理的主题 邀请中美著名管理学家共同探讨企业管理之道 交流中美管理学最新学术成果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外举办的 讲述中国管理故事的学术论坛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庄志哲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华等贵宾 以及来自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管理学界 企业界文化界行业代表400人共相胜举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庄志哲 首先致辞 他表示中国有着5000年的深厚底蕴 中国文化是多元和包容的文化 今天大家齐聚泥山国际论坛 不仅令中美两国的思想碰撞出火花 更是为了让各国文化在互学互建中 实现共同发展 持续繁荣 美国是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发源地 而中国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 也积累了众多的管理学实践经验 中美两国专家 学者对于管理学的交流 将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 也希望通过本次的论坛 让文化差异 寻求 合作共赢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志华 在致辞中指出 不同的文化背景 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 中国的管理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渗透在中国各个领域的管理层面 和实践经验中 推动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 此次讲坛 在通过中美管理学家之间的精彩对话 在大文化背景下 探讨如何运用文化交流 和融合推动管理创新 进而向世界展示一个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和生机勃勃 愿意与各国共同发展的中国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在讲话中感谢了泥山讲坛 搭建了中美两国之间 文化交流的有效桥梁 促进了中美管理学界企业界的相互了解 进而推动了中美文明交流 随后向陈冲花教授等贵宾颁发国会贺壮 第四届泥山国际讲坛 以中国领先企业的成长模式为话题展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 MBA商学院的院长陈冲花教授 在主题演讲中结合他多年的对宝钢 海尔联想TCL 华为等中国领先企业多年的研究追踪 讲述了这些企业在十年当中 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和发展战略 让与会者了解到中国领先企业的成长模式 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随后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曙明 担任主持嘉宾 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科恩 加州州立大学北领分校商学院院长 千卓·苏布拉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 珍妮特·戴尔开展了对谈 阐述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分析不同的文化 对不同地域和国家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影响 共化中美企业管理之道 对话结束后 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和泥山国际书屋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英文版领先之道 举行了首发式 该书英文版的海外发行 将推动中国管理学走向世界 并深化世界管理学界 对中国管理学的深入了解 泥山国际讲坛作为高端学术 思想文化的国际交流对话平台 始终致力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0月22日 泥山国际讲坛还将在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上学院举行 管理整体理论及七个原理的主题演讲 本届泥山国际讲坛 由山东出版社主办 山东友谊出版社和泥山国际出版公司 联合承办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 未来 泥山国际讲坛还将走进更多国家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对话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